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小妹 今天呢 我帶大家來吃一件 身為香港人第一次嘗試的 蘭州拉麵店 清蒸 清蒸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比較健康 不是吧 清蒸不是 清蒸是沒有豬肉 牛肉羊肉都有 但是沒有豬肉的 所以叫清蒸 不是特別 不是什麼 清蒸肯定是沒有豬肉 我記得了 好像是回教是這樣的 新疆好像也沒有豬肉的 對對對 好多啊這個麵 一大坨的 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吃 蘭州拉麵 超好吃 多麵類型 什麼大番啊 中番 毛細二細 二柱子 超好嚼 就是沒什麼肉啊 10塊錢一碗 那湯喝下去呢 就胡椒味比較多 還可以 可是你看牛肉片只有兩片 我吃過很多啊 很開心的 沒吃過我真的 因為看到這些葡萄都不會喊到你 這種麵正常在家裡都可以自己做 就沒有覺得有必要走進來 可是現在吃又覺得很好吃 這個麵的精華所在就是一口麵 然後一口那個生蒜 都咧 鑑水麵 好像有少少鑑水麵的感覺 好硬硬喔 羊肉泡沫 沒吃過 羊肉在哪裡 羊肉片 這碗15元 先吃麵人的味道 不是吃肉的 就這樣吃就很好吃 好香喔 真的沒有好香 蔥味很夠 所以泡爛才吃 你泡多久啊 好濕粉啊 在香港我們通常都是吃上海麵 上海加北京 杭州那一帶的麵粉類 其實很少會吃到南州這邊 不過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試一下 好吃耶 脆嫩脆嫩 那湯呢就是中間 千層餅 它不是很實的那些 很酥 這讓我想起在深圳那時候打工 我通常吃這個麵都是加一個煎蛋 那時候快餐的話就 吃太多了 因為你吃的有點低 就吃一點那個帶餐的東西 去南州拉麵點一碗九度麵 雖然有比賽 給錢了 15塊左右 15塊啊 這打工人的福音是吧 打工人的福音 他還可以加麵 沒關係啊 他那麼多麵都吃不完才加麵 今天吃完這個南州拉麵 明天帶大家去吃 我們這個小區裡面 山西扯麵也是超好吃 所以南州在哪裡 這邊 中國嗎 謝謝你喔 會不會是近山西那些呢 這些吃法都是北方食法來的嘛 吃一下這個糖 我覺得這個湯很鮮 泡沫 真的很好吃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很適合自己的胃口 好難得 嗯 因為我上次其實去隔壁家吃的那種龍港豬腳飯 不好吃 就覺得不好吃 然後那個飯就很爛 吃過快餐就覺得一般般 所以就覺得這種小店應該都是那種快餐 為什麼 便宜又大碗 我看到這些麵我就想起我媽媽了 我媽媽很喜歡煮這些粒雜麵 就是一碗湯兜東西 劈掉那些肉 菜啊 好像這碗這樣 劈掉進去 就是湯底永遠都有一股味 媽媽 聽到你麻煩改善你的傳言 真的很難吃 所以我看到這些麵我很抗拒 但是這裡成誤會 真的 麵還麵湯還湯 我媽媽那些是整碗湯加麵 是拌在一起 很粉的那些 很不乾淨啊 整碗東西 因為媽媽通常呢 煎蛋啊 魚蛋啊 牛肉啊 什麼高級的材料 海鮮都拌進去 搞了一天又難吃了 蘭州拉麵 這個是蔥爆羊肉 毛細 哦 這個麵很小啊 我來師弟要喜歡粗的 好黑啊 這個蔥好黑啊 更原用 超級牛肉 現實 蔥比羊肉好吃 不要入味 不要嚮 那個羊肉不知道怎麼說 有點像牛肉 肉夾模 它這裡是軟軟的 就拌糕而已啊 嗯 嗯 好吃 味道的肝毛 它內發的很好 然後是軟綿軟綿的 不是很脆 可是味道還是很足的 尤其是它裡面那個料 今天才有吃到不好吃的肉夾模 就是那種 又乾 裡面有梅汁 然後死死的 都是那個子安味 它這裡加了很多蔥 就很juice 就是它比有點油條的感覺 嗯 我覺得它比閃心那個 軟很多 沒有那麼椰 也沒有那麼油 它表皮是酥脆 然後裡面是比較 軟比較鬆 雖然它沒什麼肉吧 可是很香 那那個蔥味跟韭菜味 他們就是在露天做的 然後這裡就是和好的麵 它直接拉直接扯 在師傅準備手工拉麵 哇好大一坨 難怪吃不完 現在看著都覺得好飽唷 然後它那個尺寸大小 就是剛剛那個海報上面 幾個尺寸大小 然後師傅就是現場去趕出來的 反正麵種都是一樣 就是拉法不一樣 好多啊 怎麼吃啊 這麼大一坨 來拿來滾水 哦 撒兩撒 搞定有沒有一個湯頭 其實你說像燜雞這樣 其實都挺抵食 快餐的話吃了太多飯 好啊也可以拿一碗麵 鮮拉的麵跟普通的麵真的是差很多 那感覺口感都不一樣 帶大家去 我們平時吃飽飯最愛做的事 發好餘了 網吧 帶大家看一下內地的網吧長什麼樣子 Go 香港網吧 我記得我那一年 學生時代那一年才8塊錢 而且我們是十幾歲就可以進去 然後以前都是打那個CSO 就打喪失 看到嗎 只有一間店開著 通宵的網吧 這真多人啊 然後現在內地的網吧 是這種有包間的 我記得印象中 我十幾年前在香港的網吧 是沒有包間啊 十幾年前 這設施皮桌什麼都挺好的 這間分店挺好的 然後呢就直接開機 登錄你的身份證號 對內地的網吧呢 是一定要滿18歲才能 進的 一進去網吧呢 全部都要人影識別 要掃你的那個身份證 還是公安系統小程序裡面的身份證 很嚴謹 然後這個是大廳嘛 大廳就比較便宜 就幾塊錢 5塊錢還是6塊錢一個小時 這裡有免費的消毒紙巾 然後它會幫你擦桌子什麼的 這個就是一個雙人包間 比較貴的 拿一些消毒紙巾把這裡全擦一邊 大家有點吵我了點還有神經 我記得它有一些分店是 連這個耳機的那個耳罩也是一次性的會給你 這間好像就沒有 連上網吧都上的那麼精緻 之前呢就有人說過什麼 網吧登記一定要有居住證才可以 香港人身份不可以 可是呢我在這個網雲呢 它是用了我的回鄉證 我就直接可以申請那個會員了 所以沒有特別的阻礙 如果網吧跟你說你的那個回鄉證弄不了的話 你就跟他說人工處理 用email申請用電郵申請 死追著他就跟他說我就這張卡 朋友都申請得了為什麼這裡不行 叫他問管理層 然後管理層如果他說可以的話 他就直接幫你輸入資料 如果管理層也說不行的話 那就是那間網吧的問題 帶大家看看那些網吧有什麼遊戲啊 這裡是可以玩LL跟POBG的 最多人玩應該是CSGO 就CF都多人玩的 超級武團 超久之前的遊戲都還有 啊跑跑卡丁車 QQ飛車 電競圈啊 通常都是要交易比費用 然後他就可以幾年這個帳號 然後就用那個帳號直接玩 然後還有這個Steam Steam裡面的遊戲其實都有的 但因為Steam呢 有些遊戲要付錢的 它呢就會不知道 有些共用的帳號呢 就是幾元給你玩一個小時 啊大富翁 就是這個 我喜歡玩這個 這個是男人就想一百層 我玩懷舊的遊戲哦 不知道小盛是不是男人 加油加油大瓜城呢大瓜城呢 發現每次來網吧 我們都會 費一個小時在安裝遊戲 跟了解這個遊戲怎麼操作 太累了實在是 這樣就沒有了8塊 一個小時8塊 全部直接耗在不知道怎麼操作 好難哦我覺得 然後他有什麼買號啊 加速器啊 然後有什麼會員啊 一堆東西 完全不是你一進來坐下來 你就可以直接開機玩的那種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 就算你付錢嘛 因為你機器 本來是給你玩遊戲用的 不是下載用的 所以他會限你流量 只有1KB的下載速度 然後你就找工作人員 然後他就幫你去找後台 幫你下載遊戲 然後又等了半小時 不過這裡工作人員挺好的 對都會幫忙解答 這是一個唯一的好處 好聰明哦 20層哦 然後現在又很流行那種 點個台 然後呢 跟小姐姐一起玩的那種 拿一點小錢租一個號 然後你直接用 或者是你直接自己申請一個號 也是可以的 搞了半天 一個小時過去了 終於可以玩大富翁啦 那準備兩個人一起玩大富翁啊 嗯 小姐說他沒有玩過大富翁耶 好我覺得他這個畫面很好看啊 來都來了 哇好靚哦 現在的畫面 買不買 當然買啦 怎麼我都買啦 連線了可以 太好玩了吧 大富翁應該連線跟那種真人隊玩 然後他那個角色還挺多的 童年回憶耶 還可以選廣東話 普通話跟英文 我一開始我就被抓去醫院了 哈哈 基本上那個玩法都差不多 一個特別的地方 他每個角色呢 多了很多 自身的一個才能 啊還有一點 他這個沒有股票可以買 對不能資本家啊 沒有股票買哦 好玩嗎 不會吧 PUBG嗎 對呀要啊 可以錢啊 嗯 兩個小時 兩塊多 哦 我們現在已經打完 三個小時的融資 花了差不多三十塊了 對 大家覺得內地這個網吧怎麼樣呢 這個體驗 今天的視頻到這裡啦 喜歡的話 點贊關注分享 這些皮膚太差了 然後又戴口罩 整個臉是油的你知道嗎 之前找了一顆痘 然後被我挖破了 啊但是這間東西呢 我們要駕整 公國中車才來到 對 就會停車廢 對 停車廢 在深圳網友有很多分店 可是在珠海就很少 估計以後如果去親人住的話 一天都沒有 所以要把它卡上所有錢 趕快用完